天呐 好流皮啊 天呐 哈喽大家好 有粉丝说啊 我们的视频老是有钱没有后 说实话是装备不够啊 我们今天呢去探索我们湖北境内 最危险的一个悬崖山洞 在那个悬崖挂壁之上 也是专门请到了来自重庆的户外一哥 户外 户外行军椅啊 连夜从重庆赶过来的 这时候来了之后呢 就是迫不及待啊 约我们一起去搞那个洞 带了专业装备 这时候我们 开这个林志啊 知道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干的 这是攀岩神啊 这才叫专业 看着结实的身本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和户外行军一样 已经到了这个悬崖下面 这也是我们经常拍视频 45度波的地方 我说的那个洞就是那个后面悬崖上面 那个洞啊 这个洞当时我拍出来是 有了1600万的播放 但是后面没有出续集 就是因为没有专业装备能够进到那个洞里面去 今天呢 我们专门带了专业装备 看是否能够进洞 一探究竟 好了 我们开干 我觉得应该可以从 右边 左边那边那个灌木那样过来 中间那里直接锁降 你说我们这时候是从这边悬崖过去好一点 还是从从那边过来 从从左边过来 从左边过来 我们先从那个悬崖下面直接过去 是不是 好 这时候用无人机探了一下路啊 带绳子 它的绳子是新的 有多重 这个差不多 这是什么工具 哇塞 这个是什么 这是锯子 这是帐篷吗 橡皮艇 橡皮艇 专业 有点重哈 这时候我们就装备全部上升了 带了200米的这个安全绳 准备进发 走 那个前头一桌粉 前头一桌粉 我们从来的手都那么小过来 这看着还不是挺高啊 在这个悬崖的洞下面 发现了一个平台 这是人为修建的一个平台 洞口就在这个垂直的上方 垂直上方 这里有一个洞进去 不知道是干嘛的 它都是排水 我看也有点像 再放进一点 没走 你妈被那些三叉截把纸袋带走的 他妈有这什么东西 你再探一下 探一下 秦军椅 到底是秦军椅 它跑得快一点 这里太陡了 你知道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生死有命 父归在天 这下面是万丈悬崖 从这个悬崖中间走过去 这我有点怕 大家也知道我非常恐高 我真的非常恐高 下面有多高 我手在发抖啊 不好意思啊 露出来可能没有效果那么好 因为我实在太怕了 看我这个汗呢 真的好怕 好高啊 下面 怎么样大哥 你自己看了 你看这有多高了 哎呀 这小意思 你是不是怂了 不是 你是不是怂了 我就问你是不是怂了 他真的怂了 这次是真的 他真的怂了 这大家可以看到 距我的脚就半米的距离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然后外面什么挡都没有 这里更显 这里要踩着斜坡石头这样过去 我是真的怂了 我真的很想克服一下 但是没办法 我太怕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去 心脏感觉 跳过了100 撤退的时候 这里发现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骨骸 骨头 很多 再有内骨 这是内骨 这时候他们 我们爬到这个东的正上方了 然后呢 山的一定系绳不下来了 我把这个安全性的骨 踢在这里 然后它拉上去 用这个毛骨 刷下来 这一会儿了 你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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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位凳的最上方 那个有一个小平台啊 可以提供我们在这锁票 马上要下去啊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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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哇 好流屁啊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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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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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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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谷啊 啊 哎哎哎呦 OK嘞 给不可以 OK 啊啊 我的天呐 好 今天呢我们已经探明了这个行走的路线 这时候回去制定那个详细的作战计划 好了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